好,我们开始 今天的主题就是讲一下2022年开市 开年股市连续下跌 不管是中国股市还是美国股市都出现了连续下跌的这种走势 究竟该怎么应对或者怎么理解怎么分析看待这种情况 以及后面的应对 包括全年的行情的一些大致的分析判断和展望 好,我们先来看一个图 这个图比较关键 理解这个图会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东西 大家知道我们以前就讲过 在2008年以后 全球经济走上了这条道路 就是说通过刺激总需求 通过货币政策 美国就是量化宽松 中国就是降息降准 然后通过这种强烈的货币政策 然后来刺激总需求 总需求不坍塌 总需求被刺激起来了吗 就有个好处 就是说不会带来大萧条 通缩 剧烈的经济下行 引发失业 企业破产 等等对吧 所以说刺激总需求有巨大的好处 可以带来经济的复苏 就业的恢复等等 所以刺激总需求可以说是屡试不少 当然也带来很多恶果 我们之前也探讨过 包括这种贫富的分化 两极的分化 以及未来这种货币政策的反噬效应 有可能你用的多了 这个就跟毒品一样 用的多了以后有副作用 对吧 刺激太多 所以这一切就是我们08年以来 走到现在的一个路径依赖 这个圈子我们还没有打破 那2020年3月份以后的这次疫情 更加的就是极端化的 凸显了我们这种刺激总需求的 这种货币政策的这种效果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强心计 一个强心针 一针打下去以后 全球经济从疫情中迅速复苏 迅速攀升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中国体现在楼市的继续的新一轮的狂涨 以北上广深为代表 一二线的核心城市 美国就更不用说了 股市是涨不停不停涨 市值越来越膨胀 越来越大 大型的科技股像苹果到3万亿 像也崛起的新兴的一些后起之秀 英伟达特斯拉等等 尤其是特斯拉表现特别亮眼 整个在疫情之后的行情里面 翻了10倍20倍 整个市值得到一个巨大的膨胀 然后新的首富也诞生了 就是Ellen Musk对吧 新的首富 他的财富的量级 相当于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总和了都快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08年 一贯的路径依赖 走到现在 就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 然后将经济带出泥潭 然后让经济能够复苏 然后副作用当然也是有的 2020年3月份以后 就是这种货币政策一个极端化的一种表现 就是这种货币政策对冲经济的这种急剧的下行的一种 一个微缩版 或者说是一个急速版的一个显现 一个表现 一个最好的一种例证 那我们就从分析一下 这个2020年3月份 走到现在市场运行的轨距和运行的这种规律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分了这么四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 就是在经济基本面的迅速下降 就比如说在疫情 这个2月3月的那种急速的那种冲击和打击情况下 经济基本面是迅速下降的 企业盈利是快速下滑的 这个失业率是迅速上升的 但在此时 货币政策就会开启 开启所谓的无限量化宽松 比如美国的美联储 无限量化宽松 中国也一样 有三次的降准在2020年 通过三次的降准 以及银行的信贷的高速释放 以及涉容的飞速增长 所以说2020年 中国的涉容规模达到了增量 达到了35万亿 人民币信贷达到了20万亿 整个的货币刺激 也达到了一种巅峰的状态 所以直接导致2020年 以深圳为代表的这种城市 房价迅猛的上涨 投机的热潮 达到一种机制 所以这就是在第一个阶段 就是经济基本面 迅速下降的时候 大概在3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 同时货币政策迅速的放松 刺激这种总需求 美联储就是开启了无限量化宽松 中国就是拉涉容 拉MR降准 这个阶段往往是最恐慌的阶段 然后股价触底回升 对应的如果我们讲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看美股 大家也知道那一段的时候 那段时期 非常典型的 就是从疫情的低谷中 拔地而起 你像从3月份3月25号左右 一直到9月份 这6个月可以说是典型的 属于刚才我们讲的投资时钟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经济基本面下降 但是货币政策放松 估值迅速上升 也是最恐慌的阶段 如果你超到底的话 你的盈利会非常的丰厚 而且时间非常的短 就可以有这种巨大的这种收益回报 股价就迅速的触底回升 非常典型的 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 从3月份左右到9月份 这6个月非常明显 这是投资时钟的第一个阶段 而到了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就会上升 为什么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货币政策它有双重效应 它会同时对业绩和估值产生影响 货币政策绝不仅仅是对估值产生影响 绝不仅仅是说印钱提升估值 印钱的同时也会带来总需求的提升 也会带来企业业绩的上升 所以货币政策 它同时对业绩和估值可以产生影响 所以在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经济的基本面开始回升 比如说2020年9月份以后 不管是美国 中国 当然中国要靠前一点 要稍微更早一点 我们就讲全球 从9月份以后 整个经济基本面就开始迅速的回升 失业率也会开始下降 经济基本面 9月份以后就进入一个回升的阶段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失业率 失业率这块你可以看到 货币政策开启以后 它就逐渐的开始下降的过程 第二阶段就是说是一个非常美妙的阶段 它享受的是一种戴维斯双击 大家做股票知道什么叫戴维斯双击 对吧 就是估值和业绩的双重提升 经济基本面提升的时候 很多的企业业绩的同比增速上来了 整个同比环比的增速都上来了 这个业绩加速增长 同时估值也继续还在提升 所以说此时就会迎来权益市场最美妙的阶段 也就是戴维斯双击 这个阶段一直会持续到多久 它一直会持续到一个 持续到一个经济基本面会上升的时间 它也不短 它也会持续 比如说如果说美国的话 现在基本面上升可能达到一个巅峰状态 如果中国的话是到2021年的6月份之前 就是上半年的时候经济基本面还在上升 对吧 到了下半年的时候才突然转弱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基本面 经济基本面的上升也会持续一段的时间 这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戴维斯双击最美妙的阶段 估值也上升 业绩也提升 如果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说经济基本面此时还在上升 但是货币政策就会逐渐收紧 这一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其实是稍微有点落后了 第三个阶段比较典型的是上一次周期 比如说我们看 当时在08年以后 开启了三轮QE 对吧 就上一轮周期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比较典型的这种 货币政策 和货币政策已经在收紧了 但是经济还在复苏 那个是比较明显的 就上一轮周期 你比如说是在 从14年到19年 这段时间全球的经济还在复苏 包括美国的经济也在往上走 但是它其实在14年就开启了缩减量化宽松 对吧 然后15年12月份第一次加息 16年12月份第二次加息 17年三次加息 18年最多四次加息 对吧 然后缩表是从2017年11月份就开始缩表 一直缩到了2019年的90月份 对吧 将近持续长达两年的缩表的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 上一轮的周期 它的美联储的货币收紧 它还是开启的比较早的 对吧 它是经济边回升 它边收紧 所以说也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说的这种第三个阶段 就是经济基本面 还在逐渐的复苏 还在回升 但是货币政策 已经开始逐渐的收紧 估值会影响它的估值 估值会下降 或者说影响它的估值 这样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应 就会相互抵消 走出来的走势是怎么样 就会股市震荡 但这里面要看谁更强一点 如果经济基本面更强劲一点 然后货币政策收紧稍微微弱一点 也就是此消彼长 就是经济基本面上升的因素更多一点 它更强一点的话 股价还是可以往上走的 最典型的就是2017年 大家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 美联储已经有三次加息了 对吧 但那个时候美股市场 整个美股市场还是一个上涨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吗 2017年全年 整个美股 它是无惧这种货币政策的收紧 包括这种缩表的预期 三次加息的这种反应 它无惧 它继续上涨 一直涨到2018年1月份 对吧 而且在那个时候 美国的房钱市场也非常火爆 房价也依然在上涨 对吧 美国的房价市场是从2018年 这个中后期才开始逐渐变冷的 对吧 2018年 2019年 这个房地产的逐渐就冷下来了 因为利率高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美股走到2018年的时候 整个就是迎来的一年 比较震荡的时段 对吧 但后面还是往高走了走 对 然后到了2018年 四次加息以后 这个在2018年底的时候 有一波很猛烈的下行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加息的节奏 也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节奏 和经济基本面回升的节奏之间 它有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是非常微妙的 这个需要这个货币当局 这个货币官员 他们做一个很巧妙的一种取舍 或者是一种非常走钢丝一般的这种平衡 你要平衡好这个松紧度 和经济基本面恢复的这个程度 做一个相适应的匹配 只有这样才会 不会破坏这个经济的复苏 同时也不会引发剧烈的股市和楼市的调整 所以说这个非常关键 上一次总体来讲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它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滞后于 太滞后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所以说你会看到 在14年15年 经济还在一个复苏的早中期的时候 美联储已经开始的这种货币的收紧的一个过程 对吧 所以说它是 那个时候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我们这个投资时钟里面 这个第三阶段 就是经济基本面在持续的上升 但是货币政策 其实早已经开始收紧 然后估值 其实那个时候受到了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 是相互抵消的一个状态 股市可能是一种震荡 就看谁更强了 如果经济基本面更强劲 股市就还能往上走 如果它要弱一点 可能就是震荡下行了 一般最比较麻烦的 最比较让投资人恼火的 比较痛苦的 就是第四阶段 就是经济基本面已经触顶了 咱们也不说到一个下降 或者剧烈下降的过程 咱们就说经济基本面 它已经触顶了 开始往下走了 而此时货币政策又开始收紧 继续收紧 甚至收紧的速度还挺快 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它的估值 所以此时股市就会承受这种双重的压力 也既承受经济基本面下滑的业绩的压力 同时它也会承受这种估值下降的压力 所以此时往往是股市最struggling 最挣扎最痛苦的一个阶段 其实这个阶段 也就是当下 我们目前 就是有点像 比较像的所处的一个阶段 或者还有一个可以类比的一个事件 就是在2018年 2018年也是比较典型的 就是经济基本面开始有点触顶 然后货币政策的收紧 又已经到了后半程 大家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 整个货币政策进行了四次的加息 对吧 四次的加息 中国那个时候也在进行去杠杆 对不对 然后同时2018年也是一个缩表加速的一个时段 对吧 这个给大家刚才也看了 这个缩表 从2017年11月份到2019年10月份 这么长达两年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图 如果能把这个图很好的理解 就大概能知道 就是08年以后我们这种路径依赖下 这种通过刺激总需求 然后来拖底经济 挽救经济于水火 就挽救经济于这种 快速下滑的这种模式 这种货币政策的模式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路径 它是怎么影响资本市场的 怎么影响房地产市场的 基本的一个大概路径就是这样的 只不过这里面 有很多这种微妙的平衡 你有的时候要平一点感觉 既要有一些理性的数据 也要有一些感性的这种直觉 来帮助你判断 目前的投资周期处于哪一个阶段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我就把今天最最重要的东西 放在了最前面去讲 帮助大家去理解 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状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